各位大家晚安 我是郭宇清 那很高兴受到法律的邀请 然后来主持这一场我们的这个跨界讲座 其实就是大家也知道 那个最近MeToo运动就是如火如荼 那其实它有的不只是法律问题 它还有很多的 助人者工作者所遇到的 所看到的状况 那也有教授然后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今天这场 其实我蛮期待的 就是跟两位完全不同领域的专家 这样可以跟我一起这个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些经验 那我先介绍一下讲者 那个方念轩老师 那李自营社工 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播空来参加 那我们 我们三个的分工大概是 就是我会先讲法条 然后老师大概会是从那个公共论述的部分 那资营这边应该就是讲辅助 协助个案还有从个案看到的一些状况 好那因为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性平三法才刚修过 所以呢我就从我开始 我先讲最无聊的东西开始 就是我跟精彩都在后面 我讲的比较无聊 就是我会讲那个修法的重点 那其实呢因为法 因为还没有公布 因为还没有公布 所以呢 所以我其实没有拿到法条 我们要等到那个总统公布了 才有办法看到真正 就是那个完整的法条 那尤其是现在立法院公报也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也只能就是从之前的那个 就是行政院他们推出这个性平三法的这个版本 然后还有媒体上面的一些报道 我综合然后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讲一下这个性平三法到底修了什么东西 这个因为目前只有立法院三读通过 那性别平等教育法是最没有争议的 所以他修正的速度最快 那事实上 这三个法 就是好我先简单 这三个法大家应该都认识 性别平等教育法 讲的是校园 要求学校有什么样的义务 性别现在叫性别平等工作法 以前叫性别工作平等法 现在叫性别平等工作法了 那他规定的是雇主的义务 就是在这个性别平权上面的义务 那性骚扰防治法完全就是讲性骚扰的防治 跟之后的这个申诉的措施 这个是所谓的性平三法 那为什么摆在一起 三个常常被摆在一起 第一个是他们立法的时间相近 非常相近 那个性公法是第一个出来的 2002年去年20周年 那其实妇女薪资基金会 这边就是想要修法已经想很久了 那非常感谢 我这样讲不太好 但是我很感谢这次的迷途运动 终于推动了这个性公法的修法 然后2004年是性别平等教育法 那2005年是性骚扰防治法 因为那个时间很接近 那另外就是这三个法 都有规定性骚扰 所以为什么这三个法常常被 纳在一起讲叫做性平三法 那在立法院是在7月28 把这个最没有争议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先修了 那7月31号为什么性公法比较久 其实是因为性公法争议是比较大的 要怎么修争议是比较大的 那但是总之立法委员 在这一次的会期 最后一天把它完成了 那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重点 我要说这些图都不是我画 就都是行政院画的 那性公法的部分 第一个是修了它的名字 因为性别工作平等法 性别平等教育法 其实很多人都会搞混 那所以他们就决定把它统一 叫性别平等XX法 那第一个呢 这里这里写的其实都是 就是性公法这次修正 都是针对完全针对职场性骚扰 另外的两个部分 因为这个性公法雇主还有两个义务 防治性别歧视 还有促进性别平等措施 那两个部分是没有改的 就是都只有在防治性骚扰 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是没有外部的申诉管道 它的意思是说 职场性骚扰完全是由雇主调查 然后也不会上到劳动部 或者是县市政府劳工局都不会 就是政府不会有这样子的数字 那但是就是因为台湾中小企业多嘛 所以在雇主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之下 常常雇主就是会对那个申诉人 会有一些不利的措施 然后完全不去走这个申诉程序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为什么妇团就一直觉得 针对这个行为人的 针对性骚扰这件事情本身 应该也要有这个 不管是劳工局或者是劳动部 要介入 让监督雇主做这样的调查 所以在这个最高负责人是 性骚扰行为人的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我们诟病了 我们骂了20年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 那种我们不要讲30人以下 就10人以下的这种 这种不要讲10人以下 讲30人以下 那个雇主大家知道 那个老板的权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吗 那你叫一个就这个负责人 他对员工性骚扰 那当然是会公司一定不会去管这件事 如果雇主就说我没有性骚扰 可能这件事就整个放过去了 所以对于最高负责人是性骚扰行为人 我们就不再由公司做调查 而是直接找地方主管机关就是台北市的话是劳动局 新北市的话就劳工局这样 反正就是找县市政府的劳动或劳工局去做调查 以前的这个劳动局或劳工局是不管这个的 他也不管那个性骚扰到底成不成立 他只管雇主 你该做调查 你没有调查 你这个程序上不完备 所以我可以罚你 但是针对这个性骚扰到底会不会成立这件事 劳动局是不管的 那另外就是针对最高负责人的性骚扰做了处罚 那那个最高负责是性骚扰行为人的话 就处罚还1到100万 然后另外有这个 这个等一下后面再讲 另外就是强化雇主防治的意识和他的责任 就是要求这个如果收到性骚扰申诉 要通知地方主管机关 因为其实以前劳动检查 在检查有关性别工作平等法 那时候叫性供法的部分 他们大概只看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有公共场所 你有没有贴那一张防止性 禁止性骚扰的那一张 第一个你有没有贴 第二个你有没有依法定那个申诉惩戒办法 那你只要有这两个 那就原则上劳减就可以过关 原则上 那但是呢现在就是要求说 收到性骚扰申诉的时候 他必须要通知地方主管机关 就是让地方主管机关 就是劳工局啊可以去掌握 雇主还要不要继续做这个调查 那另外就是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和辅助的部分 政府会介入 就所谓政府和雇主协力 其实是政府要去推着雇主去做 这些大概是性供法的修法重点 那这两个是我们大家就是 附团一直非常在意的部分 最高负责人的处罚 还有最高负责人的申诉调查 这两个 那第二个是性骚扰防治法 其实这两个法我会比较摆在一起讲 那性别平等教育法我通常是另外讲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雇主除了要调查职场性骚扰之外 性骚扰防治法的性骚扰雇主也要调查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就是我要讲的话是可以讲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这边就不讲了 那只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要成立性骚扰防治审议会 这个我再讲一下 就是现在的性骚扰防治法的申诉 它分两层 一层叫申诉 一层叫再申诉 那申诉是雇主 就是行为人的雇主 就是那个加害人的 我讲加害人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加害人的雇主 或是警察做调查 如果加害人没有雇主的话 由警察做调查 那在 就是当事人不服这一层申诉的时候 才会进到县市政府的 性骚扰防治委员会做再申诉 所以现在有两层 那在性骚扰防治法修了之后 只剩下一层 然后全部由这个性骚扰防治审议会 来做处理 来做处理 然后我就说台北市政府大概就要爆炸了 因为台北市呢 光是再申诉案件一个月就可以到二三十件 但是他们只有两 只有四个工作人员这样 我就说他们会爆炸 但是其他县市就还好 其他县市 新北也是啊 新北应该也会爆炸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针对这个藏所主人 因为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规定的性骚扰防治义务 是在藏所主人身上 就是比如说这个藏所 可能就是做出很有书的老板要负责 就是如果发生性骚扰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负责防治的一个义务 那所以这个在 在比较强化去说 藏所主人要做哪些 那另外就是针对 在申诉期限 被害人的申诉期限 就是把它延长到两到三年 现在是事情发生之后 一年之内你要提申诉 你要提申诉 虽然括号 后面括号 虽然卫福部说就算一年了 你们还是要受理 虽然跟县市政府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法条就是规定之内 一年之内要申诉 那现在把它延长 延长到两到三年 然后呢 就是这个权势性骚扰的话 是可以 应该要加重处罚的 那另外就是 他们就是把这个 就是重罚就对了 重罚就对了 那 主要是这个啦 就是简化成一次申诉 无需再申诉 然后申诉期限的延长 最主要是这两个 那简单summarize一下 不是summarize 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增定这个 利用权势性骚扰 那性工法是规定说 就是雇用求职执行职务 受自己指挥监督的人 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骚扰 那性骚扰防治法的话 它会比较多啦 因为性工法的 它毕竟就限制在职场嘛 所以就是雇用求职 跟执行 所谓执行职务 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跟工作有关 然后有上下关系的 那像我现在有一件就是 我现在手边有一件就是 神拜对后辈这个性骚扰 我就打算拿这一条来主张 那性骚扰防治法的话 就因为它的种类就多了 因为它不是只处理职场性骚扰 它处理的是类似像 在公共场所啦 在捷运啦 的这种 或者是陌生人之间 的这种性骚扰的状况 那所以它的有可能的 这种上下关系就非常的 就非常多样 就非常多样 那所以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骚扰 这个是特别增定出来 但事实上比如说 我去讲性骚扰的时候 我都会跟雇主讲说 你们要知道 如果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之下 就是这种利用权势的关系之下 其实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都会认定的特别严格 就是只要是有权力不对等 原则上都会推定是性骚扰 所以把它特别增定出来 我觉得也是好的啦 因为其实本来实务上就是这样处理 好 那另外就是 我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个 因为宗教信仰本来是 妇女薪资基金会主张 应该要直接摆在名文里头 那但是后来还是采了 据说还是采了 那个民进党的版本 就是只有在说明的地方 立法修法说明 我写错了 修法说明的地方 有写政党偶像崇拜宗教信仰 就是娱乐圈 就是这一次me too事件 发生最多的两个地方 政党跟娱乐圈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宗教信仰 其实是非常常发生的 那这些有被认定在里面 但是没有名文在法律条文当中 那最后是性别平等教育法 它主要就是大家在 大家好像听说 就是禁止失声炼 就是如果对于性别平等教育法 修法大概那个 就是第一个大家说到 就是它禁止失声炼 事实上法条没有这样写 没有写说禁止失声炼 它写在哪里 其实它是写这个适用范围的部分 因为以前性别平等教育法 会受理的 其实就是性侵害性少少跟性霸凌 那现在多一个 与性或性别有关的专业伦理行为 那所以这个 毕竟失声炼这种东西 尤其是跟未成年人 其实这个就很明显是违反专业伦理的 所以其实是用这一个去概括 其他跟性跟性别有关的行为 那所以所谓的禁止失声炼 其实是写在这里 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法真的没有直接写说禁止失声炼 那另外就是增加 我看 还有增加这个适用的范围 然后可以去申诉的包括实际照顾者 那底下其实比较好 比较减 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只有这个修复式正义 这个其实 就是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做了 在性评会调查的过程当中 如果当事人有这个意愿的话 可以导入这个修复式正义 那现在直接把它明文写在上面 这个是性评法的修法重点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三个法 有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重罚加上重赔 这个在民事的部分 新增惩罚性赔偿金 因为这个跟那个非财产商 就是跟卫府金是不一样的 惩罚性赔偿金这个东西 目前大家最知道的 只有消费者保护法 就他必须要有法律明定 才可以 法院才可以判这个惩罚性赔偿金 那个跟卫府金是不一样 卫府金叫做非财产上损害赔偿 那个是本来就可以请求的 但是需要损害赔偿 我精神受创 而且我又觉得你最大恶极 所以我必须要惩罚你的 这种惩罚性赔偿金 就必须要有条文明定才可以 那他现在就是增定了 这个惩罚性赔偿金 那有包括什么可以 着定一到三倍啊 或三到五倍的赔偿 那在刑事的部分 是在性骚扰防治法 25条有一个性骚扰罪 那这边他有写说 如果是利用全市性骚扰的话 就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那行政法的部分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两个是在性骚扰防治法 跟性供法都有规定 原则上就是 如果是利用全市性骚扰的话 怎么样就特别提供 然后行为人不配合调查 就是有可以处罚还 那另外就是 像是对这个雇主的部分 如果没有做这个申诉措施 就这些是那个 原本就有的啦 只是把那个处罚金额拉高 所以重罚跟重赔 是这个这一次 修正最重要的地方 那大概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这次的修正 大概就是这些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方老师 来帮我们做分享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其实我其实就是很希望 能够听那个一清律师讲 那主要原因就是 我想先接着一清律师 刚才跟大家分享 我想请问一下 各位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不是在这边 但是这个 一清律师刚才分享了 这些议题 跟新法旧法对照的 这个发展方向 我想是今天 有动机来到这里 还有我们台上 我们几个 大家都很想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是读者 乐听人 网络这一端的使用者 还有其他的社会大众 原来可能并没有 那么强烈的动机知道 但知道也无妨 或者自己 真的感知到自己是可能的 加害人 嫌疑人 或者是被害人 想要非常焦虑的理解 新法改变了什么 那我们所接触的社群媒体 新闻媒体 或者口耳相传之间 刚才在这样的脉络里面 由专专业的律师说明的方式 我们大家都有强烈动机要知道 他可以怎么样的改写 变成一个社会大众 在过往已经在自己熟悉的平台 媒体或管道上成为一则 愿意聆听愿意观看 至少花个三五分钟 可以接受的一种叙事方式 我这样一开始讲 其实并不是在为新闻媒体业者脱罪 而是现在是我最焦虑的时刻 就是我一直觉得已经到了修法 不管这个法的改变 跟非常快速的7月底前过关 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 但是在此时此刻 这一个修法的叙事 在新闻媒体上 还有社会大众 它是怎么样的接受 或者是怎么样的反应 那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那我并没有办法 在这边提供一个出口 或者好的答案 但这个真的是 我在这段期间 这两个礼拜 其实中间出国 出国前跟出国后这段时间 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就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焦虑 可能就是从2017 美国的MeToo运动开始 2018、2019走到2023 接近我的朋友或学生 大概在最近这段时间都知道 我在接受一些访谈的时候 我也很诚实的说 我几乎觉得很羞愧的 觉得我有点是失败主义者 就是说在这个五六月 刚开始的时候 我既高兴 但是又非常的焦虑 因为我就觉得 台湾不是没有过 2017、2018 大家都在问 特别是富团 特别是运动者 特别是非常多关心 人都在问 台湾有没有MeToo 那这一次看起来 是可乘 但是也许 是诱于我的专业 或特别是我在乎 或者是看美国的经验 跟其他国家的经验 韩国、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 特别又觉得 媒体 不管是社群媒体 或者是主流新闻媒体的角色 是相当重要 所以媒体会怎么样的接求 然后这个媒体也不单单是传统的老媒 也包括社群媒体 那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的确是我关心的一个议题 但是但是 就是今天晚上这个场子里面 它并不像我2017、2018 曾经一位科技部的计划 有仔细的分析过媒体的一个论述 这一次在国外接受 要请我也觉得用这个机会来跟两位讨教交流 所以我没有做一个系统性的分析 但我抛出几点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那这个是我自己在脸书最近这一阵 常常用的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纽约时报这两位 就是后来也拍成电影 虽然电影好像反应很冷 但不是很卖座 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看 我是很喜欢这个电影 那本书She Said 就是纽约时报在追索Harvey Weinstein的那一个 调查报道最后写成书 那两个作者不只是在书上 他们后面在网路上 各位如果听YouTube上面 Podcast接受访谈演讲 他们常常都会讲到这一句话 就是说作为一个调查报道的记者 或在新闻媒体里面 很清楚的就是说 你不可能去解决一个 你看不到的问题 所以怎么样让问题被大家看到 但是这个不是one shot 不是此时此刻看到的问题 那这可能也就是2017 2018 台湾其实是没有台湾版me too的原因 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问题意识的 或者我们接了一个球 隐隐然的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有 但是很多人也感知到那个多重宇宙 我有这个经验你有 可是他好像没有 然后就跨不过去 我们说同样的语言 但经验是无从传递 所以那一个怎么去定义问题 就我们在新闻传播课堂上 常常会说新闻媒体的议题 是一个集体定义的过程 他真的不是新闻市里面一群 不管他专不专业 是不是脑残的人 他自己去界定 不是他一定要动员社会上 让大家有问题感 那2017 2018的时候 等会儿我们会稍微看一下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让大家有问题感 那现在有问题感了吗 从5月31号从6月1号民进党的这个党工的那个事件开始 一直到现在8月2号 如果7月8月 整整两个月 我们现在感觉到的问题是什么 可能问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自己定义 我们从社区媒体 从友谱 从自己的网络里面 觉得此时此刻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那我觉得可能答案都不一样 这个很常态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大家共同感知到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我觉得在公众论述里面很想说的 那我们看到了什么 那这个很谢谢在座一位朋友 曼婷当时我们一起做科技部的计划 他在校师的计划处理 那这个来源 这个是传播的一个期刊 就是中华传播学刊里面 2023年今年的一个期刊里面 我先要跟各位讲的原因是 我用了少数的新闻来源 我用的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 就是说 在台湾一般人使用媒体的习惯里面 有相当高比例的人 台湾大众对于网络上的新闻整合服务的使用率 是达到几乎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八的 什么是新闻整合服务 我没有要在这边讲课 但是各位看一看 Light Today Google News Yahoo!奇摩新闻 这一类新闻 作为一个新闻的入口 它的特色是 它会非常激动的去截取网络上各种新闻来源 但它自己可能会有在家记者 但可能并没有记者出去跑新闻 然后去写新闻 所以它大量的在网络上 往海当中去捞取 也有它的标准整合出来 然后台湾的民众 其实是高比例的去消费这一类新闻 这个是一个研究我们看得出来 那所以 是不是我们就因此被这一类的新闻 不管你要说洗脑啦 主要以它为来源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啊 我越底到现在 我们大部分的人 很多人 其实都是从脸书 从社群平台上面看到 甚至有人可能会认为说 who cares 真的有人还在在乎这一种传统媒体 或者是网络上的新闻媒体入口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但是容我先 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先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 5月31号 6月1号 那天新闻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台湾的民众高比例的使用网络新闻整合服务里面 Line Today的一则新闻 那不是他自己的新闻 他就是从中广新闻网的新闻 我先用这一则新闻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字很小 但是中广新闻网的这个新闻 开头就是说 民进党前党公 5月31日晚间 透过脸书 指控自己遭遇的性骚扰事件 这一则新闻里面 我没有把它全部摘出来 但是他的新闻写作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比对 当事人 受害人 幸存者 没有说名字 但是他 清楚的讲出脸书 这个是在我们过去新闻媒体里面 常常用的一种来源 就叫网友 但是他不是网友 他是非常具体的 即使没有名字 前党公 一段一段 前党公怎么指控 民进党怎么坦承 然后前党公引用指出续指 民进党火速回应急忙强调郑重承诺 这个在新闻的写作上每一段 他其实都有很明显的对话 也就是说 不管你满不满意 但是这则新闻 或者我们说这个事件 它的处理的严重性 我想不消多说 那所以 民党党部很快做出回应以后 不同立场的媒体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说 他在写新闻上 也把这个事情呈现出来 那Light Today在引用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则新闻 它的节奏是快的 我们知道事情发生 一夜醒来 可能有人已经停在 6月1号 6月2号的 那个tempo 那个速度里 有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为什么在一开始 要讲Light Today 就是可能在台湾 高达98%的人用 这里面的人 在年龄上 年龄群比较广 然后这个背景也比较 比较多样 所以它是触及 不单单只是惯用 特定这个IG Twitter 或者是脸书的 年轻人或者年长者 所以Light Today这一则新闻 在指出事实的时候 可能那也就是事实 就带过去 但是我要用这个事实 一开始来比对 2017 2018 我们都会看到 我认为这个事情 在一开始 从脸书 到所谓比较主流的 新闻媒体的一个 新闻表现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 那到底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 就是从5月底 6月7月到现在 很多人大概都有看到 在一个用一个Excel表 整理出了一个一个事例 当然这件事情 也引发很多的焦虑 比如说中研院的彭仁宇老师 他在他的贴文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如何如何 这边我不细讲 彭老师的脸书上面贴文 也有不同的人在说明 但我要讲的是 这个形式这一次 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 或作为一个跟大众 而且不止一个 就是有一些 针对性骚扰受害者成立的 不是私密开放的社群 或者有特定的个人 在我们大家还记得 6月初 那个大量的涌出的时候 开始就有人动员 一个这样子的表现方式来整理 其中一位 他在一直到今天 还在更新的时候 他在处理上面 他写出了他的一个原则 他是有原则的 那我在这边 把这个原则举出来 也就是在这样的表现方式里面 我不是只给你看资料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处理 以及我为什么这样处理 比如说他有的人 他在当中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 他很在乎是不是当事人的 第一手经验 有媒体报道 或是其他我认为 比较失去me too 共享受害经验的 我就没有再转述 所以我放在我的 Excel表里面的 他有一个原则 这位整理者他说 他是受害人 自己出来讲的一手经验 那他第二个讲到的是 他考虑的是 加害者所在的位置 有没有尽量提醒他人 要小心的必要 就是说他自己判断 在网路上出现了 那他放到Excel表里面 他考虑的是什么 这个加害人 相较来讲 他的权力位置很高 那我现在把它披露出来 其实是发生一个 提醒的作用 其实还没有进入 调查的程序 但是你知道吗 他周围可能影响范围很大 所以让公众知晓这件事情 并不是有文毕露 而是在不同的Excel表的制作人上 他有一些考量的方式 是不是一手经验 他的impact大不大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在我们新闻学上来说 从新闻价值的角度 他也是很可以匹低的 就是说这个讯息 他涉及到有没有新闻价值 是因为他产生的影响力大不大 好那我有没有第一手的消息来源 当然在这两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问 取消文化 然后是不是会侠愿报复 我自己也会收到很多朋友 值得信任的朋友 来讯来问说 有一些人适合担任这脸书 社群平台上这个角色吗 比如说他过去的身份是记者 他在动用他过去的资源 现在在披露讯息的时候 是不是不当在运用他过去 专业中立客观的 这一个专业资历 然后广为散布一些 其实没有经过调查的资讯 这样公平吗 我把这举出来是 在这一段期间 我会收到各式各样 熟识或不熟识人的资讯 很多人都是在于 我们把不管Excel表 我们把社群平台 我们把电视 我们把网路 我们把脸书 我们把各种各样 都当作新闻媒体 因为从受众的角度 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来源 得到对于我们现在所处 台湾社会 MeToo运动的现况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媒体的话 那这些资讯要怎么分辨 他们都是怎么说故事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 其实在看到事情 在讨论法律 怎么改变的时候 其实心里这个疑问 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会有 各自可能也都会有一些标识 那我在这边 那我在这边把这个 指出来的原因就是 我在这次年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 在这么多的案例里面 替大家整理出一个地图 跟一个权项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先不管这样做 在道德上或其他方面 为什么要这样重要 因为在2017-2018 台湾不是没有报道 台湾不是没有案例 当时2017-2018的时候 非常清楚的看到个案化 即使我们标题上都用了 台湾 HashtagMeToo 但是他 记者新闻室跟社会大众 自行做了非常多的删减 新闻里面 大咧咧的都会出现 网友网名 好那如果比对 六七月我们看到了 新闻里面 也有非常多 但是不是用网友 是在网路上 自己站在第一线发声 有的剧名 有的没有剧名 如果用这个角度 放在2017-2018 新闻报道的角度里面 他们都会是 新闻媒体很爱的网友 新闻媒体 过去的处理方式 就从网路上 东摘一句 西摘一句 自己不必负很大的原则 但是这都是网友说 但是我们在七八月 看到或剧名 或不剧名的人 在社群媒体 在脸书上 开始出声 开始出声 我不需要你主流媒体 我就在脸书上 讲我的故事 然后我甚至可能 跳过媒体 在Excel表里面 大范围的呈现 那这个Excel表 它给了我们 一个什么样的sentiment 一个什么样的感知 它不是一个个案 表一拉下来 你发现 这就是日常生活 它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所有的行业 所有的行当 你想或想不到的名人 或默默无闻的人 你认为可能出现的领域 像刚才讲 文化演艺圈 也会出现在一些 你从来想不到的领域里面 那也许我们说 老师你说这个是新闻媒体 那我们不是首先 应该先来争辩 或讨论一下真卫吗 是 我同意这个重要 但是我先要说的是 在过去在台湾 有没有形成me too里面 它非常重要的是 有没有撼动社会大众的 一种感知的经验 那这一次我相信 很多人从五月底到现在 没有什么人能够说 它不过就是个案了吧 因为我们强烈的感觉到 这样的经验 是一个日常经验 是一个日常经验 那在媒体上 我们也看到 像过去常常进行文化 性别评论的V太太 还有一些人 不断的强调 不要被代言 不要被代言 也就是很重要的 跟Excel表的这一位作者 他的第一个原则一样 当事人的第一手经验 让他说 他要说不应该随便的 被改写被代言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从新闻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过去我们说 不管是不是姓平 跟MeToo的新闻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 他是很需要 当事人第一手的消息来源 让他发言的 让他发言的 那2017 2018 比对2023这个经验 怎么差别这么大 就是当我们发现 受害人当事人 他不要你了 他就自己跑到第一线 自己讲话的时候 新闻媒体 其实开始有点躊躇 或者是说 他应接不暇 应接不暇 所以我自己看到的一个 反而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在六七月这段期间 我自己因为在不同的媒体 担任新闻评议委员会 就是定期每一季召开 然后有时候 有一些争议 或者民众投诉 我们在里面要讨论 就有一些媒体 其实会问到 就会问到 怎么查证 那我这边谈的 其实就是我自己 接受到的一些询问 相比于2018年 立法院骚扰侵犯事件 媒体记者迟迟不愿 这次受害人幸存 sorry 幸存责心结束 站出来在第一线 2017-2018 我在做这个科技部的计划的时候 访谈了几位专家 其中一位NGO的这一个负责人 他跟我分享他的经验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在2018年立法院的这一个助理 受骚扰的事件 其实有非常多的case 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电话专线 希望大家打进来 那我访谈的这个NGO的这一位朋友 他就告诉我 他在受访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说他不耐烦 但他就觉得 新闻记者其实也知道是谁 但新闻记者一定要用一种 客观中立的立场 不断地说 那请问你 他是 他一定要从你的嘴巴说出 那一个新闻记者 其实知道的对象 所以当我访谈的时候 那位NGO的那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为什么我们的记者 一定要这样的绕路 调查跟追索的权利 不是在他那里吗 新闻球快 资讯的搜集 可是他不见得有很绵密 或者后勤组织 能够帮他进行查证 搜集非常多的资料 资讯搜集来 故事就要上 但是我能负责吗 所以那个采访的经验 那个受访的经验 听起来是不愉快的 就是你知我知 但是你就一定要从我的嘴巴里 讲出这个当事人是方念轩吗 那问题是可以这样讲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 他披露的是在2017 2018 台湾新闻是在处理 民间偶发 让我这样说 或者是那个线索 已经有人直接披露的时候 新闻记者在做的是用 客观中立公正 非常清楚的每一个步骤 我就是做我该做的 所以新闻来源 要由我采访的受访者 你的嘴巴讲出来 那我再去查证 所以我就是负责抛问题 那我可能不继续进一步探知 所以当时立法院助理的这个事情 根据我的了解也许有误 两位台上的其他朋友 希望帮我纠正 就是他也没有继续follow 他也没有继续发展 那这个是台湾当时没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 案例还不少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次 像大家知道王丹的事情 对吧 办记者会 然后有名义代表 陪同很勇敢的当事人 在社群媒体披露以后 出来办记者会 新闻媒体里面 有不少人就很蠢出说 这个要马赛克吗 他自己的名字都出来了 那记者会也出来了 我会不会触发 我会不会触发 在台湾的这个氛围底下 其实我们会去推动 NGO跟新闻媒体拉锯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自己第一线 常常感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按照法规 按照NGO 按照很多民众代表 觉得记者太超过了 就是你今天为了 博眼球抢收视率 不顾一切的抢在前面 不顾伦理道德 那包括 包括受害者 他其实应该要 不要说保护 但是按照法规等等 你不应该其实就是进行披露 那现在我们记者新闻室 看到了一群勇敢的当事人 他名字也透露 他也出来办记者会 他也直接陈述他的经验 包括大牙 对吧 还有后面非常多 但是新闻媒体在处理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点洞见观瞻 我这样讲的 其实并不是在讲是或非 而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感知到 在新闻室 在新闻媒体 现在在处理这一切议题的时候 他自己一方面受法规 二方面经验有限 他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 在我们所收集文献资料里面 韩国 特别我用韩国做例子 他们在披露 MeToo的这个事件过程里面 几个重要的新闻媒体 当然都是老资格 他们并不是第一次 在处理这样的事件 他们在 也许第一次处理 MeToo事件 但是在做调查报道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为了追索 MeToo事件 整个新闻组织 是重新组织的 那个重新组织不是全部翻天覆地 而是找出最适合的一群人 一群人可能重新group 他们变成是一个调查团队 新闻室会给资源配置 那是一个深知 我们今天要进行调查报道 他必须 其实不是只是说 一个人你去 而是新闻室要动起来 这个在New York Times 这个在韩国的一些例子是如此 但是台湾在第一线的劳动的新闻工作者 他没有这个余裕跟这个奢侈 所以很多时候他要自保 那新闻媒体组织如果因为设法 我最近举的例子就是前几天 各位看到福渊爱 这一个在日本的记者会 当时我就搜集了所有的新闻 我们这一次的新闻报道里面 你如果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新闻里面的那一个报道 它其实个行其事 就是会不会真的说出记者会的关键 是前夫妻为了什么缘故 在争夺什么 这个字大半都跳过 他们用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体 代名词或者新闻记者 报道了记者会 但是完全不提关键 为什么 因为儿少权罚 就是说你怎么报道 甚至你用子女 这个都可能会受罚 所以新闻媒体在测试 那个边界在哪的时候 前提是我不能够受罚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钻到那个新闻媒体 一部分新闻室里面可能的考量 但是在5月底到现在为止 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跳过 因为跟KPI无关 因为可能会设法 因为你的媒体如果不报道 你简直就是身处在台湾社会 把眼睛蒙起来一样 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媒体 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报道 那我在这边要分享的是2017-2018 我跟这个曼婷 我们在做科技部计划的时候 当年2017-2018 2018年3月 我们选了几个报纸 这一个是苹果日报 现在已经没有了 评论不一样 那苹果日报当时 我们用关键字去捞取 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台湾事件 词汇加总32 文本有10个 后面出现周玉寇立法院黄淑英 这几个其实都是当年2018年的时候 在台湾其实是有名的女士 或者是因为立法院的事件受访 所以跟我们今年5月底6月初 这一个也有党团 或者是在政治领域的身份 其实是可以比拟 但是当时其实为什么 2018年3月台湾出现了高比率的 相对来讲高比率的新闻报告 是因为儿童 是因为有一个女性 她在美国看到MeToo事件以后 在爆料公社贴了一个文章 在控诉她小时候 青少女少女儿童的时候 高雄的体操教练 那报道就把她叫做狼师 所以当时的报道 成立的是孩子 是儿童是女童 那个正当性没有人怀疑 就是被害人 作为一个完美可信的被害人 可是在2018年 前前后后出现的成年女性里面 没有成案的 我所谓没有成案 不是法律上 政治上 而是在报道上 那我也访问过 当时不同的这个在 处理的这个新闻从业者 有的人就告诉我说 当时在2018年 她说这些人的可信度 其实我们内部都知道 是蛮可疑的 她没有 我这边也就不讲 她特定指哪一位 但是当我得到 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界线很分明 就是2018年的那个处理 儿少 特别是在爆料公社爆料 然后开始种植一般的 有受害人出来 那个情况跟今天很像 但是是小女孩 是多年前 但是所有在当时鼓起勇气 出来的这些成年女性 各位我还记得 包括一个体育台的女记者 在网路上 被大家搜索出来的一张 她跟国际的一个体谈的运动 运动员照相 然后手可能搭在一起 就在网路上当负羞辱到不得了的地步 所以这个是2017跟2018年当时的一个氛围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在2018年3月 当时的一个报道 比如说第一点 受害人愿意站出来揭发跟社会氛围支持 一个新闻 当时新闻报道的导演里面 用了非常强烈 煽动性的字眼叫做 咪兔怒火烧进台湾 但是当时有烧起来吗 因为新闻媒体里面 一直用网友说 网友说网友说 你感觉到这一群不知道是谁的网友 但是网友的态度是什么 网友就是说叫他去死 把他关到监狱 那有他好受的 接下去就是黑道电影的情节 各位可以想象 网友就不断诅咒的 他这家伙只要进监狱 就会受到什么什么什么的待遇 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动私刑 其实你是诉诸司法 但是大家的气氛 是用一种私刑的方式表达 所以那会有这么样的怒火 那个新闻也是因为 就是教练 当年性侵这个小女生 而且不止一人受害 导演当时接续提到爆料的效应 网友热议 引爆网民怒火 嫌疑人曾经因为专业或表扬 导演指引网友留言 就像我刚才说的 监狱兄弟在等你 这样的导演语境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过去看台湾报道 并不陌生吧 常常就是用网友说网友说 那新闻报道就直接把网民怒火 等同于hashtag me too怒火 在那一连串的报道里面 当事人出面说明 大概就是爆料公社里面的文字 其实我们不像今年的五月底 到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所以导演最后的网民留言 就显示了湘敏正义 所以新闻报道就直接挪用湘敏正义 非当事人的湘敏正义 还有网友怒这样的话 来表示hashtag me too效应出来 那相比于现在 受害人 女子旁的他出来 不要让被别人代言 那个完全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当时是没有当事人代言 甚至只要有当事人出来 会被认为强出头 可信度遭疑 把他这个打下去 那在当时的新闻里面 也直接引 就是当时的立新基金会 高雄分事务所主任是这样说 说成年人举发性骚 很困难 更何况是国中生遭性侵 那他讲的意思 事实上的确 在台湾社会当中 如果你在教育体制里面 一个不成年的青少年讲话 可能家长就不相信 我们现在还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在这一波的运动之前 台湾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包括台中这一个事件 所谓的狼师或校长 台湾社会其实在去年到今年 学生跟青少年 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起的案例 新闻媒体也给了一个足够的报道 所以那当时2018年台湾的报道 受到国际MeToo运动影响 包括当事人报道中 访问精神科医生等等等 都提到国际运动 但是那个感觉 2018年的新闻报道就是 国际有那台湾在哪里 但是台湾作为一个今天2023年8月 看起来满满式的案例 2018年为什么出不来 也因此我觉得 我在受访的时候也会引述 这个好朋友台大政治系 黄长林教授 在这个Gender and Politics 期刊上面说的话 亚洲民主国家里面 台湾跟日本 其实中间的那个filter 媒体表现 媒体的这个承担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台湾的媒体 在2018年处理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用网民 愤怒的网民 这样子的一个进监狱 你就支了这样子的一种耍狠的口气 来代表全民的愤怒 但当事人是没有出现的 是没有出现的 那当时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之前的那个氛围 苹果日报当时 我们就今天只稍微用苹果日报 做一个例子 他怪你台版MeToo的新闻 他的诠释 其实包括他用动画 先政坛性骚扰 台版MeToo站出来 然后用这些方式 看起来是很多 然后他提了周玉寇的事件 这个我不多说 但周玉寇当时就是 直接向总统府喊话 然后调查性骚 后来他很快的也说 OK总统府回应了 那case closed 新闻记者也不必吵了 这个与他人无关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个案化 当事人得以责成 有权管束因为饮酒过量 而失态的隔月的总统府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 是我跟总统府之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政坛上面 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在2018年 他完全是用一个 个案化的方式在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中山大学陈美华老师也提到 当时我们在研究也发现 苹果日报有两则 用台版MeToo入题 有关台湾演艺人员 你看看当时是怎么处理 其中一个张爱雅 现在也还在这个表演圈里面的 表演工作者 他悲控公关信骚 然后引出来这个标题就很耸动 整副LP放我大腿 还配上动画 在动画里面 那个词就不断地跳动 就是放大 因为视觉化你看着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但是他发挥了什么作用 然后另外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在当时的演艺界 女性出来咯 这个是在当时2018年很罕见 女性站出来 但是似乎整个标题 除了视觉化 他受骚扰受虐的那个形象 这里面是不是其实就跟我们在台湾 常常过往报道性暴力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在意淫那个素材 我再提一点 台湾过去没有报道性骚扰吗 有的甚至还有得奖的作品 台湾的移工 这个家户内的移工 当时苹果日报得奖的这个专题 不论在过往有非常多 有关于在家世移工 遭受性骚的那个新闻写作 从标题到内文 它完全是一个porn的写作 就是很具体地把受骚扰的过程写出来 然后配合动作等等 所以这是一种过去的叙事方式 所以当时的新闻看到 Time Me Too 但是会看到它不断地动用社会当中 我们熟悉的被吃吃豆腐 摸摸小手 这些性骚扰细节的这一些赐语库 然后当时的报道 用这种动画或影像 看起来变成是女人之间聊心事 主持人问问看你有什么经验 然后是娱乐效果 削弱对行动的呼吁 所以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不一样 有没有还是很钻到细节里面 有 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从五月底 这个在社群媒体上发起 主导了一个叙事的风潮就不一样 那最后这两天大家都看到 那这是这两天几个小时以前 控黑人性骚后首次露面 大家落泪做这个决定压力很大 落泪这个字大概是在这一次 就是十几个小时以前 你在标题都会看到 它是一个情绪上情感上的如然跟动员 那很诚实的说明当事者的为难 当事者的为难 我要比对什么呢 这个不是大雅的问题 我的意思要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媒体 现在还面临一个困境 也是刚才我说 疫情律师讲那个 我很焦虑我也很关切 因为在之前小玉的这个deep fake 数位性暴力的这个事情发生 在台湾推动修法的过程当中 很多朋友听过我讲这件事 那一次在推动数位性暴力修法的过程里面 年底因为COVID-19的关系 台湾发生了好几起社会案件 有这个南部的这个便利商店超商在晚间 有人就是不戴口罩闯入 大家记得吧 然后因此暴怒 然后拿刀杀了这个店员或者是重伤 在当时新闻又原用网友说 说修什么deep fake 这个有很重要吗 谁受伤又是因为是政坛人物吧 重要的是不做 修这些有的没的 这一些被杀死的便利商店店员 他们难道不是受害者吗 就认为修法是一个大少爷 有所为有所不为刻意的政治化举动 那我用的是上礼拜五通过 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法三读通过 刚才一清律师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看入标 未成年禁止失声炼 我们在语言的选用上 一定会要吸引大家注意 但是我就看到底下的留言 我说白一点 我几乎是在期待这样的留言出现 就这几年看到跟新平相关的 我就觉得底下一定会有这样的留言 那这会影响谁 当务之急吗 该立的法不立 整天搞一些无关紧要的屁事 该修的法不修 修一些基本上发生几率很低的法案 压这么多法案不通过 通过这条时间太多吗 网络上留言 当然不代表一定是群像 那很有说话动机的 它就会出来 但是我在想的一件事情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不是因为迷途 当我们走到了修法 在希望改变结构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如何 在新闻媒体上来说这件事情 它要动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能够 engage 能够卷动社会上去继续关注 因为它很难有滋有味的像落泪 或者是暴怒 或者大家上街头 这些字眼能够马上吸睛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认为新闻媒体的一个叙事 其实是非常要紧 不好意思 我没注意时间 最后就是这几个月里面 其实新闻媒体做了很多 也很多努力 比如说左上公事独立特派人 他们有一系列的报道 报道者昨天出的 MeToo 催生新版性评三法 那我们现在很多网络媒体 在专题上面 它会告诉你阅读时间 意思就是你不要紧张 你要念一个几千字的专题 大概花你八分钟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那个右下比较早 那个是我要特别提出来 静周刊的刘志源 我认为这个案子是极度重要的 他提到司法高层性丑闻 李博道的性骚扰案 那这个我觉得是在 这两个月的期间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的举措 那时候我也很关注 看有没有follow up的报道 那左边是镜像人间 前几天这一个静周刊 蒋一婷跟简柱书推出了 他们在法库访问 这些当事人现在走进法律里面 他会被作为一个工具 反过来去压制 威吓这些愿意赶出面的受害人 这也是我期待后面 应该会继续follow up的报道 然后端传媒 其实也有一系列 一系列接受完整性贫教育的一代 台湾大学生怎样应对性骚扰 还有其他的转体 我自己在这段期间 不断不断的接到一些私讯 不同的人跟不同的机构 其实非常多的机构 觉得他是想做好 但是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然后会不断的抱怨 比如说调查委员也很难请等等 所以我真的会觉得 现在我们走到的步骤 他的确是会要把这些挑战跟故事 不管现在社群媒体或新闻媒体 能够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他不应该是养成 台湾民众或者新闻媒体一个习惯 就是民众只要消费有知有味的 故事跟资讯 那讲完了case close 我们就往前走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会用一种 可以了吧 修法还在谈这个可以了吧 这个可以了吧 对于在分析新闻的我来讲 其实是千金种 因为他代表的是这个文化里面觉得 故事讲到一个部分就应该到一段落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听别的故事 但是对新闻媒体来讲 他的守望跟守门 其实是要去盯 那个在表面上不好说的故事 就是结构跟文化怎么样改变跟撼动 所以我认为社群媒体这一次 起了一个很大作用 但是新闻媒体有他一直在盯着 法案跟结构怎么样继续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持续关注 好不好意思讲了太多 谢谢 方老师 我听了方老师的讲 我才有点 就恍然大悟说 为什么2017年2018年 这个新闻上面明明就写 台湾什么me too 什么延烧什么之类 为什么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然后今年才看得出来 这个现在me too运动真的距离大家很近 我之前没有去想过这个新闻的问题 但是现在觉得真的确实是那个新闻报导的方式 我真的觉得影响很大 我真的2017年2018年的时候看到新闻写说什么me too延烧 我都在想说真的有延烧吗 为什么看不出来这样 那原来真的是跟这个媒体真的是很重要 那很感谢方老师的分享还有解说 那我就不耽误自营的时间 那就接下来就请自营从助人者的角度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那大家晚安 我是自营 今天是作为就是服务性侵害案件的社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物上的经验 那在开始之前呢 就是想先邀请各位 那这个是一份邀请 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有拒绝的权利 就是你可以稍微感觉一下 你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 就是你的坐骨跟这个椅子的连结 你会觉得这个椅子太硬或是太软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稍微尝试感觉一下脚跟地板的连结 那可以感觉到地板吗 或者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对你来说安全的话 你也可以跟就是现场就是我们一起参与 这场讲座的参与者们有一些眼神的交流 那感觉一下现在是谁在这个现场听这样子的分享 那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都可以暂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没有什么感觉都是身体回馈给你的讯息 那如果各位觉得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把一些注意力一样留在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一些注意力可以慢慢来感觉我在说的内容 那刚刚做的练习是叫做回到当下的练习 这个是我在实际工作里面就是也会跟我的个案就是这样子工作 那让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身体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这里此时此刻 而不是在发生事件时的过去 好那也想邀请各位就是因为我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这个之后投影片就是都会 就是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跟那个法服这边来做索取 那如果各位就是可以不要拍投影片的话 我会感觉就是比较安全一点点这样子 那但是呢大家都还是有录音录影的权利 这是一个黑色笑话 因为我们都说幸运案件很难搜证 那我今天分享的意图呢主要有三个 那第一个是认识当事人的创伤反应 讨论知悉事件后的可能回应方式 还有练习建立资源 好那不免俗了还是要跟各位就是介绍一下 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现在妇女基金会 那我们基金会是成立在1987年 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有创建一个妇女护卫中心 那这个是当时全国第一个直接提供信贼案件当事人的直接服务中心 它也算是就是我们现在社工业务的一个初心这样子 那在法律的推动上面呢 我们有性防法加暴法性骚法跟根骚法就是都是由我们基金会的身影 然后也有就是各个的妇女团体的努力 那我们近年也持续倡议积极性同一权 Only Yes and Yes 好那我在的组别是性暴力防治组 所以跟我一起工作的对象呢 因为我们跟台北市家庭暴力剂性险害防治中心 是有方案委托关系的 所以我们有开案服务的对象呢 是居住在台北市18岁以上的生理女性 然后经痛报有性险害事件 那这样子的说明呢 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的分享一定有我的局限性 所以如果你知道的经验跟我不同 就是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好那在开始就是讲创伤反应的时候啊 我通常都会先介绍 就是人在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 可能因应方式 那就是有4F 叫做战逃动静或者是讨好 以我们实物上常常碰到的网友案例来说好了 好就是今天有两个人 就是他们在交友软体里面 就是相聊甚欢 然后他们决定就是要出来见面 那当天呢就是他们有一起 就是反正有一些行程 总之呢最后就是到了旅馆 那其中一方呢觉得就是说 欸我要发生性行为 但是其中一方觉得就是说 哦不行我只想要有亲密的肢体的抚摸的接触 但是我不想要有性行为 我这边所谓的性行为指的是刑法上面定义的 好那但是呢就是这个过程性行为还是发生了 好在发生之后的5分钟 对方就跟他讲说 我喜欢你你可以当我的伴侣吗 或是你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 之类的 那当事人可能也还会在想说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我想要的吗 可是他跟我说 欸我想要交往 那好答应好了 然后结果过没几天呢 这个人就不见了 他就联络不到他 这个是我们书上非常常常碰到的案例 那当这个人他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 他会碰到什么样的回应呢 他的朋友可能会问他说 欸那你既然被他性侵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交往 然后司法上面的提问可能会是问他说 欸那你当下有反抗吗 好那让我们时间再稍微倒退一下 就是回到那个案发的当下 那个协商的过程有可能是 对方说 欸我想跟你发生性行为 然后他就说欸我不想 然后这个是可能他fight的方式 或者是说他会提议 欸还是我们去别的地方 但是呢最常见 可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其实是冻结 也就是那个侵害发生的当下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行动的 那也有可能 他为了尽快让这个侵害结束 他答应那个对方的要求 那去做一些他期待的行为 好那接下来刚刚在讲的是事件当下的可能发生的状况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事件之后的一些可能的反应 那呃他叫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是PTSD 这个大家应该还蛮常听到的 好那呃因为回避啊过激反应跟过低 呃反应这个跟前面的呃重大危机的因应方式 或者是有一些连结 所以呃我主要会是着重在闪现情绪侵入 flashback的这个的说明 那这个呃其实就是跟创伤影响我们的记忆方式是相关的 呃以我工作上的经验来讲就是是说我们的当事人他可能在案发之后 他经常会做噩梦或者是没有来由的就想到这件事情 那他只要听到相关的声音 比方说可能音调类似那个呃呃所谓行为人家害人相对人想 你想要怎么称呼都可以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或者说闻到相关的味道 其实都会呃去诱发他去想到这件事情 那我在呃工作上啊就是有一些案例是跟呃门有没有锁相关 我有一个当事人他就是呃他当时在即兴创伤期的时候 就是他连看到门锁接触到门锁就他都会想到这个事情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一天的行程我们要经过多少道门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对当事人的影响是有多大的哦 好那 对对对对他只要触碰到门 门锁他就会他就会激发这样子对好 那这个图主要只是想要简单跟大家说明就是如果是从神经系统来讲的话 我们平常其实是在下面的绿色阶段 那当旁边呃有注意到如果有危险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进入战或逃的阶段 那当我们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冻结跟垮下来就是会身体会关机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呃我们身体正常在保护我们的方式 好那呃好就是依照呢这个神经系统理论哦就是在听这样子的创伤反应的时候呢 呃可能我们也会感觉自己可能肩膀紧紧的啊或者是说呃呼吸好像变短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时候可以活动一下你的关节或者是说调整一下你的呼吸 那就帮助你自己回到这个当下 好那刚刚我分享的是呃人在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可能出现的阴影方式 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跟性暴力事件有关的呃创伤的反应 好主要就是跟两个有关一个是身体界限然后跟关系界限 那这个一样是从我的工作经验出发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呃了解就是就是也很欢迎就是跟我分享这样子 好那呃想要邀请一清律师来示范一下身体界限 哦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就可以好那呃假设我今天跟一清律师是第一次见面 好那我会开始靠近你然后你要想我是第一次跟你见面 然后你觉得我可以到什么距离然后你就叫我停下来这样子 ok好那我可以开始往前好好第一次见面 好差不多这样好okok好手臂的okok好那如果我今天是跟你 比方说认识十年的朋友类似像这样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可以到怎么样 好okok好好所以透过这个现场的示范我们就是可以知道就是说身体 界限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跟不同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距离 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呃在性暴力事件呢就是呃哦然后当我们身体 界限被侵犯的时候其实是会感觉非常不舒服的那性暴力事件 他呃就是跟身体有关的一个界限被侵犯的一个暴力行为 所以呃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呃对于一个当事人当他已经拒绝 或者是说他不想要继续可是对方还是继续的时候那个对他的身体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很很恐惧很害怕很不安全的经验那他可能会感觉 跟他自己的身体失去连结他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去信任他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说他也会觉得他的呃身体失去力量好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关系界限 这个的话呃从统计数据上面来看啊其实呃性性暴力案件就是有八成以上都是熟人的犯案哦 所以呃我们可以想像就是今天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前伴侣就是在我们突然一个很突然的情况下对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当事人就是跟周遭的人建立关系 因为这个人本来是你信任的人可是这个信任的人对你做出了侵犯的行为那我要怎么样去相信其他人呢 其他人也是我认识的人呃哦所以呃这个其实呃就会带给当事人蛮大的影响 那所以当你听到就是当事人他愿意告诉你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跨越他的创伤然后再告诉你他发生的事情 对那呃但是呢我们在实物上还是会碰到一些回应的方式哦 就是比方说哦还好你只是被威胁哦还好你只是被尽被性侵 还好你没有就是被尽杀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这个是第三种的创伤反应的说明 他前面累积的那么多那他要获得这样子的回应你就会觉得他的呃就是对他来讲是真的蛮辛苦的 好那一样就是在讲完这一张之后就是邀请各位回到当下 那我们可以稍微感觉一下这个空间的温度是不是你喜欢的 或者是说周遭有什么气味啊就是可以感觉一下这个环境这样子 好接下来要分享呃就是是说呃有关于就是这一波me too 就是我们基金会呢也接到蛮多咨询的电话 那呃最近咨询案件的观察就是是说呃我们的性骚扰案件是先浮上台面的 那性侵害案件的当事人是需要更多的支持才比较有议刃公开 那咨询案件的数据呢呃除了当事人之外就是职场管理人员的咨询量也是上升的哦 好那我最近我最近接到的也不算最近啊有几个礼拜好就是前几个礼拜就是接到一个咨询案件是呃一位年纪蛮大的女性长辈 这样子那他打电话来就是说呃他曾经就是遭呃一位已经被爆出来 然后台面上算有一点声望的人就是性侵害 然后这个性侵害是发生在40年前 对那呃可是这个人呢目前台面上被爆出来的都是性骚扰事件 那他打这通电话呢他只是想要告诉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人不是只有性骚扰而已他还有性侵害 那他呃在这通电话里面他还跟我提到就是说其实他本来就是到死之前他都不想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可是因为他是因为就是看到了这一波运动所以他把这个经验就是告诉了告诉了我们这样子 那他也不是想要求什么就是他其实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好那呃呃因为me too的这个部分呢就会从呃我们公开 是不是要公开自己的经验会有相关 那我会比较想要先从就是呃司法诉讼谈起哦 呃因为性侵害案件就是以刑法第16章来说呃就是在台湾是属于就是非告诉乃人罪 有一些是告诉乃论啊两条吧 是吗两条 对告诉乃论 对不起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有告发的义务哦即便当事人不愿意提告还是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要遵循 那就跟我最开始前面提到的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对象是被通报有性侵害案件 可是被通报进来的呃当事人他不见得有意愿进入司法程序或者是说他还在犹豫他要不要走这个司法诉讼 作为社工呢我们就要跟他讨论或是说明诶进入这个司法程序啊可能需要花的时间啊精力啊费用啊也要跟当事人核对就是说他们对司法有什么样的期待这样子的期待是可以被达到的吗 好那如果没办法达到的话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那同时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表达社工的限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呃告发程序 好这些讨论的方向其实跟要不要公开案件是有一些相似的就是呃有一些当事人他们在知道案件不起诉之后会问我呃呃呃他想要开记者会那基金会可不可以帮忙那我通常会先跟他讲说呃我们基金会一般不会这样子处理可是会跟他核对就是说他公开的目标是什么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心那他公开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以我们这一波最近的观察来讲的话有些当事人公开的目标可能是放过自己就是他不想要再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秘密了 然后预防更多人受害好因为现在台面上看到应该很多就是都是连续犯嘛对然后希望迦害人转变就是他希望迦害人知道呃他自己做错事情了 好那担心的地方呢有可能是害怕被告我比方说像大雅呃他可能被告误告妨害名誉然后如果是民事的话可能侵害配偶权 类似像这样那他有可能担心被报复他的人身安全要怎么办以及如果这个案件是发生在职场上的话他的职业要怎么办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当事人就是会 会会会考虑的地方好那公开之后会发生什么就是我想要引用就是张希思的这篇文章那他里面有提到四点那我想要呃就是着重在第四点第四点是呃如果一个当事人公开他的呃被侵犯的经验的话他会遇到大量的幸存者来找这个当事人那所以当事人也会需要设定界限那这个界限的重要性 呃就是在于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创伤的反应因为呃事件影响了当事人的关系界限跟身体界限那他有时候可能会去过度承担别人的需求可是那个搞不好其实已经是超过他可以负荷的所以我们必须呃就是也不算必须啊好如果我们呃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认知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那每个人都有可以承担跟不能承担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呃找资源协助 好那我在呃准备就是这个讲题的时候呃就是我连结到的是就是除了这一波的me too就是在台湾就是我所了解可能跟me too有相关的经验 好那我在这边呢没有意愿要个别讨论就是各个事件 那呃我只是有一个发想是说在这些经验之前或是之间曾经有过像这样的事情吗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做就是非常多史料的考察 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我今天的第三个意图就是练习建立资源好处理创伤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建立资源 因为创伤之所以是创伤就代表他已经超出我们原本可以负担的范围了 所以我们要帮自己建立更多的资源就是来帮助自己不管是当事人还是他周遭的人或者是社会大众其实都是一样 好那现在我要角色切换一下就是用我个人的身份分享 好呃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身体经验创伤疗法跟出现前与出生心理学 是因为近几年就是我们同事他有在接触这样子身体取向的工作方式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或者是说对我个案来说也都还蛮有帮助 那刚刚跟大家做回到刚下环境定向的练习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非暴力沟通的话就是是发展是1960年在发展出来的 那我这边提供的连结是一个香港叫Unfolding的团队 他们有用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就是制作一套牌卡 那我觉得那个牌卡也对我蛮有帮助的 好那第四个是少女须知 好这个部分是因为就是有时候实务工作做久了 就是就会跟性别理论失去连结 那那所以就是那个就是少女须知是一个女性主义艺术家素品文 就是她她的粉砖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她成立了线上的女性主义的朗读会 那这对我来说有蛮大的帮助了 所以就也分享给大家这样 好因为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书或看电影 所以就是也分享给各位就是几本书 那其中我想要分享的是何文晶的 就是这个全部都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那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挑何文晶的书出来讲 那一天我们跟在鸡屁股后面巡录 这本书是九篇小说 对九篇小说的合集这样 它里面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生理女性 对有一位女性她从小就是被她爸爸性侵这样 那可是当她长大之后 就是换成她爸爸变成要被照顾的那个人的时候 就是这个曾经是所谓受害者的人 她用了一种我觉得是非常创新的方式 就是达到她的抱负的心愿 那为了不要爆雷 就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就是大家就是自己去看 这样就是那个真的是打开了我的想象 我完全没有想过 很想知道吗 好 这一场游戏有人想要自己看的吗 不希望被爆雷的 好那我就讲 好就是就是就是他 因为他爸反正就是要卧床嘛 然后就变成他妈跟跟就是那个女生就是在照顾他 那因为那个那个爸爸他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排便 所以呢就是都要有人去按摩就是他的肛门这样 那这个女人呢当他自己就是在照顾这个爸爸的时候 他就是用按摩棒把他插到他爸爸的肛门里面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就是这个作者是什么想出来的 对我就觉得好真的很打开我的想象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是一些报道跟文章 就是第一个是报道者的一些报道 然后第二个是段传媒 然后第三个的话 伤痛需要时间消化旁观的迷惘也是MeToo里的平凡人视角 这个是Bill's Monthly 就是他们做的一篇文章 那我还蛮推荐这篇的是因为 就是他找的是一些人 这些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平凡人 比方说可能是迦害人的朋友 那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当他知道他的朋友是迦害人的时候 或者是职场就是处理就是性骚扰案件的人 然后还有他还有邀请了黑特剧场的小编 就是来做分享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切回社工的角色 好这个是我们组就是拍的两个系列的就是影片 那第一个打开身体的黑盒子聊聊性暴力系列这个 我们是请我们的社工跟我们常合作的律师 就是他们透过这不是没关系 这一本跟在谈就是性别暴力有关的图文书 就是来谈性侵害性骚扰跟性猥胁 那就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含金量非常高 好那他再来第二个就是找到陪伴的力量 重要他人支持宣导影片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想要告诉就是说 当事人就是他当然会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受到影响 可是在他身边的人其实也是 那在他身边的人可以怎么样支持当事人 以及怎么照顾自己 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宣导影片 可以达到一个目标 好我讲完了 对最后一张不见了 最后一张很重要 对好 最后一张好不用再放大了 就是这样 好就是就是我今天的意图 就是三个就是认识当事人的创伤反应 然后讨论可能的回应方式 再来就是练习建立资源 那我觉得不管是我工作上 还是我自己平常上 平常生活上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对我是蛮大的提醒 就是协助自己暂停回到当下 然后建立合适自己的知识系统创造连结 好谢谢大家 谢谢资营社工 就是我听他讲的第一句 等一下等一下 我听他讲的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公共问责 那其实问责之前你必须要先去了解当事人的情境 那我觉得就是自营社工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被害人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他 那其实我想到的是前几天国民法官才判下来的那个家暴杀人案 那有为什么有那个法律上性侵害的对于性侵害被害人有这么多 检察官和法官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你为什么当下没有逃啊 你为什么没有教啊 你为什么当时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们就算已经有受过性别相关的教育 仍然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表示说 我觉得被害人的状况 被害人的状况在司法当中 仍然是没有能被正确理解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还要再努力的事情 我是这样觉得 那就今天就我们讲座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